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今天的经济体的体积相当的大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如果伤到了中国 某个程度会伤到了全世界所有的经济成长率 所以怎么解释美国的副总统潘斯 在美国著名的保守派智库 Hudson Institute里头的谈话 以及这一段时间包括美国FBI 把在奇异引擎里头窃取商业间谍的行为 列为中国情报员 这种升级式的过去大概只有在冷战时期会出现的现象 如何诠释呢 我们访问了几个不同的专家 21世纪最强盛两国美中之间 会以冲突亦或合作之法带领世界前行呢 美苏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 人类生活在不惧真正大国竞争的时代里 全球化令各国经济贸易大幅扩张 时空背景是美国霸权地位无可置会 直到25年前转变开始出现 25年后 中国的国家增加了2%的国家贸易 今天这数据是15% 第二个是美国的24% 在接下来的年代 CN知名评论员扎卡利亚震伟 美国副总统潘斯禁止发表演说 把中国直接标记为国家敌人 是美国政府策略的重大转变 且必然会引发北京反击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知名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史提格里兹 16号接受彭博社访问 认为川普政府不该把美国经济问题归咎给外部因素 癥结在于美国赶不上现代经济转型 there are other areas where we've moved on automobiles natural resources you know take the president's talked about coal in all of the extractive sectors together including coal there are about half the number of workers as professional sports people so if you say we want to have a coal policy you ought to say we ought to have a sports policy and you know if you're talking about jobs he's keeping looking back at the world as it was 75 years ago next not where we should be going 川普认定与中国打贸易战可缩减两国逆差 史提格里兹尤其认为此法不通 就算美国不进口中国商品 可替代的廉价商品在全球间腐蚀即逝 庞大赤字依然存在 川普没有任何概念 他正在想做什么 对美国的问题 他说问题是 我们的问题比较较较较较 我们的贸易贸易 and he attributes that to unfair trade they're taking advantage of us but the basic insight of economics is that trade deficits are not based on trade with any particular country we call multilateral if we buy a little bit less clothes from China we'll buy a little bit more from Malaysia or Indonesia and it won't make much difference for anybody 巴伦周刊12号刊出史提格里兹专访 他谈起中国反击美国贸易战的选项 绝对可能扩及政治层面 北韩南海主权中东均在北京可用的筹码范围 近日美军计划11月在台湾海峡 进行实弹军演 向中国展示军事肌肉的传闻 甚嚣成上 前AIT主任包道阁 接受文献世界周报专访表示 川普短期内着眼选票 与中国和解可能性低 签署贸易协议 对基本盘难以交代 在他有意与中国继续对抗下 台湾将难有安宁 中国人可以用签署贸易 贸易协议 中国人可以用签署贸易 在北京的预防 这给予 不从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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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头上 他们可以用签署贸易 而不需要贸易 所以 我认为 战力的预防 因为 它已经在很快的 华府智库国际际战略研究中心亚洲资深顾问葛来仪 则提醒台湾政府 在中美冲突升高的此季 切勿在独立议题上贸然躁进 以经验法则来看 维持一中原则才能维稳台海和平 我认为如果台湾发行政策 鞋向下的选择 在选择选择 它们的美国是非常关心 我们看到这些表现在中央时代 美国是在后面的帝国是在中央时代的经济时代的 我们曾经在前面前的帝国是在约约旭 在台北上的困惑 是的,那可能會再次發生 但我們不能夠在北京 中国大陆本周公布了第三季度的经济成长率 GDP同比增长6.5% 创下了2009年第一季度以来最低 也就是金融海啸之后的第一季度最低的记录 当天这个数字一公布 马上引发了从美股到各国股市的大跌的状况 那么因此到底在这一次美中贸易大战之中 中国能不能挺得住 中国大陆的经济将会成为哪几个现象是全球瞩目的焦点 事实上出口对中国影响并不是很大 目前中国大陆分散了市场 出口在中国现在经济GDP里头所占的比例也不像往年 来的比例那么高其实只有18% 而现在分散市场以后 这个数字并没有大幅的下跌 事实上是维持住18% 也维持住它原来应该有的增长 在内需的部分就是消费的部分 还比过去的39% 39.1又成长到了40.2%或是40.3% 所以在内需的部分呢 在消费的部分它是成长的 而人们会问一个问题说中国大陆会不会用贬值人民币来解决问题 事实上这是不了解中国现在经济的结构 贬值人民币是大家在1996年代对中国的记忆 当时中国大陆的经济主要以出口为主 而面临朱镕基所进行的下岗工人国企全面的改革 中国大陆的失业率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当时一口气贬值了20%到25%左右 对中国当时的经济来讲是它的一铁不要 那那个时刻出口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动能 可是如果现在你出口只占18% 是要靠内部的消费 靠内部的整个内需成长 那你导致人民币大扁的结果就是会进口成本就会大升 那因此人民币大扁根本不符合中国大陆 现在政府真正所要的整个未来的目标 它只是让人民币就随着强势美元 随着市场就适度的贬值 事实上中国大陆政府相当的担心资本外流 那你如果让人民贬值的话 资本外流反而会跑得更快 所以这个状况里头其实人民币大扁 在这里头根本不会成为选项 这是关心现在美中贸易冲突里头 我们特别为大家所整理出来的几个情况 而中国大陆很了解这场美中贸易大战 对中国不是一个省流的灯 当然现在的局面远远超过 可能今年年初中国大陆的领导者 对于美中贸易冲突会冲突到今天这个局面 可能也超出他们的想象之外 但是他们并不是毫无准备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北京就已经希望能够又一场进口博览会 而这里头是由上海领军 上海在2010年的时候举办了上海世博会 目的不是展现上海 目的是展现全世界 让中国大陆各省的人都可以到上海来 藉由各国在上海的博览会馆 学习什么叫绿色建筑 学习什么叫做节能减碳 学习AI机器人等等 那时候的日本馆韩国动画各种 还有包括新的绿色建筑里头 大概都在呈现这个精神 而这一次呢 即将在11月召开的一个叫做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由上海主拜 从年初开始就由习近平敲定 上海全面主拜 他就代表了这一个目的 他的目的是什么 是让所有的想到中国大陆 享有中国市场红利的外资 可以来参加这个进口博览会 所以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他现在希望能够稳定外资 在中国的投资 不要因为美洲贸易大战 关税提高以后就离开 从目前为止准备参加了 大家众所瞩目的 包括了Google 包括了波音 包括了Tesla 大陆的经济增速创下金融危机 十年来最慢的进入 百分之六点五 这个数字低于市场预期的 百分之六点六 毫无悬念地成为了国际 关注焦点 更牵动美股表现 就在大陆国家统计局 公布数据的前一天 美股就受大陆经济成长 降温的影响 道琼工业指数 开盘重挫了三百二十七点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大陆的股市跟楼市表现 也影响了国际的经济表现 今年在中美贸易战的阴霾下 大陆经济下行态势明显 股市狂蟹 今年迄今 上阵纵值跌幅为百分之二十二点八八 深层值跌幅百分之三十三点零八 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 楼市微米 逼得建商打折出售换线 人民币对美元 更濒临扁破漆的防线 当外界质疑大陆 能否从这场贸易战中存活下来时 殊不知高层早已做好准备 11月5号 在上海新地标 四叶草形状的国家会展中心 一场树立大陆进口国 新形象的重头戏 第一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即将登场 文献的世界周报采访团队 六月初前进上海 就见证了这场盛会的筹备过程 并且专访了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的副局长刘福学 在这个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之前 我们已经决定 是去年的5月14日 中共中央的总书记 宣布在举办 从2018年起 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这是我们资助 对外开放的 一个行动和政策宣示 通过国际进口博览会的 这么一个平台 能够扩大我们的进口 促进我们的国际贸易收支平衡 这是第一 第二个呢 通过我们扩大进口 能处进我们的企业 转型升级 逗逼我们的政府 能够进一步的改革开放 第三个呢 通过我们的进口 能够 让中国大陆的人民 能够分享到 世界各国的一些先进的产品 技术和服务 能够促进人民生活的提高 这场盛会 堪称是上海世博会之后 又一个重要的主场外交 博览会共分为国家馆与企业馆 吸引来自130个国家 2800多家外国企业报名参展 他们将在围棋一周的博览会上 向大陆百姓推荐自家最优质的产品 像是来自美国的3M 就将在展会上进行全球首发 展出这款专为小朋友设计的防护买口罩 这个产品加了一个拢流呼气阀 它可以让这种闷气的感觉减轻得很多 它是针对中国这个市场的小朋友研发 3M在本届进口博览会上 承包了300多平方米的展区 显示他们对于大陆市场的信心 总部同样位于美国的江森自控 是一家为全球90%的超高层地标建筑 提供空调楼宇自控安防与消防等 绿色智慧建筑整体解决方案的公司 4年前他们在上海设立亚太总部区 也是全球第二大总部 市场增长率每年都有提高 首届进口博览会的举办地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也应用了江森自控的领先技术 江森自控希望通过首届进口博览会的辐射效应 让整个大陆市场更快地驶入快车道 如果我们想在全球成为一个龙头企业 我们必须在中国市场成为一个领先的企业 我们非常希望能够通过这次进口博览会 能够吸引到来访的客人的关注 充分地交流和切磋 它的回声非常长 很清脆 还有许多来自欧洲的企业 将进口博览会视为扩大布局的契机 这家专门贩售玻璃器皿的法国公司 就将不少在本国都还没上市的新品 带到上海首次亮相 以前的话我们的顺序是先欧洲 然后再到亚洲 这次的话也大约50%以上的产品 是第一次到中国来亮相 我们在中国在中国的外资企业 有几个博览会的商品 让公司看到和测试我们的产品 我们已经做了这些网络 这些外资企业无不希望借由进口博览会的东风 增加在华的销售占比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次进口博览会 能够联系到更多的经销商和分销商 帮助我们去到更深的三线市场 四线市场 甚至去到我们的农村市场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分析 目前大陆对至少96个国家的商品贸易处于顺差 外界认为大陆企业可以轻松进入海外大多数地区的市场 然而与此同时 大陆的许多市场却继续将外国公司拒之门外 这种不平衡让全球政界感到不满 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 习近平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旨在改变国际社会的观感 而随着中美贸易争端 更放大了这场博览会的政治寓意 诚如进口博览会的宣传词提到的 贸易平衡 创新驱动 这都是川普对大陆发动贸易战的理由 然而自加征关税以来 似乎还没让大陆重伤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最新公布的报告显示 今年上半年 大陆吸收外资逆势增长6% 总额超过了700亿美元 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 反观欧洲和北美 则成为降幅最大的地区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莫夫就指出 发动贸易战的川普犯了两个错误 一是目标过高 大陆无法实现双边平衡的贸易 是因为美国对华出口额太低 这意为美国商品缺乏竞争力 二是它高估了美国的实力 如果坚持纯粹的双边主义 将对美国自身贸易 世界经济以及国际关系造成损害 美国根本就赢不了 习近平在此时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 除了跟世界分享大陆庞大的内需市场 也借此稳定外资的信心 让外资不要撤离中国大陆 这针印证了马丁莫夫所说 要跟大国打贸易战 取胜没那么容易 由于中国大陆庞大的市场 马丁莫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现在美国对中国大陆最大的指控 很可能在欧洲引起过敏的 就是智慧财产权 当然就这个部分 李开福曾经提出过解释 中国大陆在很多美国 所指控的智慧财产权的 所谓窃取上头 中国大陆重视的是实用的部分 但是所有的云端技术 中国根本完全没有办法掌握 完全掌握在美国人的手中 但马丁莫夫提到了一点 他说还是有很多人 相当担心中国大陆 对于智慧财产权的保护不足 如果真的把智慧财产权 保护的很好的结果 不是工作留回美国 而是更多的外资 当他们得到了更好的 知识财产权的保护之后 他们将进军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代表的就是市场 以及丰沛的勤劳的劳动力 在这两个诱因之下 他说最后的谈判结果 很可能是中国赢 而不是美国赢 我们先进一道广告 对于智慧财产权的宝财产权 中国大陆一带一路 过去呢 其实刚开始的经济目的 是对外输出产能过剩 并且进行基建组织 加大地缘政治影响力 可是第三点 加大地缘政治影响力 马上引来了中国 中国崛起在周边国家 就是美国对中国的恐惧 中国在胡锦涛时代 定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战略 这国家战略就是一个国家要崛起 不可以和当时主要的大国冲突 简单来讲就是以现在来说 你不可以跟美国正式冲突 你必须悄悄的崛起 不可以大张旗鼓的崛起 因此据说在今年的北戴河会议 相当前任的几位领导者 相当多的前任几位领导者 都向现在的北京当局提出警告 在一带一路的宣传上面 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改变机油的分贝 并且强调你只是在当地 提供了基础建设的服务 不过在提供当地基础建设服务的时刻 一带一路沿线的好几个国家 最近像马来西亚 像马尔地夫都变天了 变天之后有些项目是取消的 有些项目告诉你说 我可能还不出钱来 其中包括了中巴经济走廊 巴基斯坦最近要求IMF给予援助 IMF给予援助的条件是 你不可以拿我给你的钱 去还你欠中国大陆的钱 因此有人说如果最后在某些地区没有完全成功的话 这个中国梦很可能成为中国新的外债 变成中国新外债 NHK是不是非常重视一带一路这个事情 过去我们经常报道日本 NHK对于中国一带一路的报道 它的报道的角度跟美国相当的不一样 跟美国媒体很不同 美国媒体的报道大概都是政治性的 而日本其实很认真地在看一带一路 可能产生了影响力 因为过去日本曾经在1990年代 也希望能够在东南亚进军当地 然后最后因为亚洲金融风暴 它失败了 那么现在它也NHK做了一系列的相当多的议题里头 包括一带一路在马尔地夫的影响 一带一路在马来西亚的影响 最新的专题是在辽国的影响 由于它的角度不是想要跟中国争取霸权 它的角度是到底这样的对外投资 会是成功还是失败的 所以NHK相对于美国的媒体 在这件事情里头来的比较中立 再来到辽国这个地方 NHK给予的结论是 辽国和他们过去报道的马尔地夫相当的不同 辽国在中国大陆的协助之下 它的整个水力发电最终 不只是这个国家有充沛的电力 而且可以卖电到其他的国家 所以算是一带一路 对辽国跟对辽国的经济 辽国的所有老百姓来讲 非常成功的项目 八国的债务源于前政府 接受了中国大陆约略600亿美元的基础建设贷款 要向IMF伸手并不容易 IMF主席拉加德开出了条件 要求巴基斯坦必须对其债务绝对透明 IMF的大股东美国更直言 不希望纳税人的钱经由IMF最终用来偿还对中国的债务 作为中国大陆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国家 巴基斯坦向IMF的酬援强化了外界对中国大陆援建 是沿线国家财政吃紧的批评 在围绕着中国大陆一带一路倡议 众多的纷扰之中 辽国的建设是最循序渐进的一处 メコン川が国を南北に貫く東南アジアのラオス 豊富な水資源を生かした水力発電が盛んで 林国にも電気を輸出 東南アジアのバッテリーと呼ばれています ここに今莫大な投資を続けているのが中国です 2030年までに200の発電所が新設される計画で その多くを中国の事業体が建設します 是中国電界践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积极走出去 在海外推進全产业链一体化戦略实施的 首个投资项目 辽国是東南亚唯一的内陆国 不止没有对外港口 国土80%是山地和高原 交通条件其差 很大程度限制了它的经济发展 直到2018年 辽国仍然名列联合国低度開発国家之列 和他山水相连的副鄰居 决定要拉他一把 現在61箇所の水力発電所が稼働 そのほとんどは ラオス以外の国の民間企業が建設し 運用しています 中国企業主体の事業体が作った 発電所の電気は ほとんどが国内向け ラオス政府の電力公社に販売され ラオス国内に供給されます 中国電舰投資建設的 老挝南欧江T級電站 将江水掠寒的豐富水能 转化为推动老挝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 中辽两国的关系 因为中国大陆创意的一带一路构想 而更加的紧密 中国大陆已经成为辽国第一大投资国 第二大贸易伙伴 近十年来 辽国经济增长引人策目 2012到2017年 经济年均增长7.9% ラオス政府は7%の経済成長を維持する中 電力の消費量は それを上回るペースで増え続けるとの 重要予測を作っています この予測に基づき 中国企業が次々と ダムや発電所を作りました しかしダムや発電所の建設ラッシュの裏で 大きな問題が浮上しています こうした水力発電所の稼働率は わずか3割にとどまっているのです なぜ稼働率が低迷しているのか ダムの建設は ラオス政府が作った 右肩上がりの需要予測に基づいて 進められています ところが 実際の需要は これを大きく下回り 国内向けの電力が 大幅に余る事態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す 為了解決電力供需失衡的問題 日本国际合作署派員前往辽国 商討将電力出口到 鄰国越南的可能性 中国の借管によって 最先端の設備が建設されましたが このシステムを使いこなせていないのです このため JICAはラオス電力工社の職員を 日本へ派遣 今後増え続ける膨大な電力を制御し 安定的に供給できるよう 研修することにしています VTRでお伝えした 日本のプロジェクトに参加していたメンバーは かつてベトナムでも 電力関連の支援を行った経験が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このため 相手の担当者も顔見知りだったりと アジアで支援を続けてきた 日本だからこそできる支援ともいえ ラオス側からの期待の高さも感じました ラオスを飛び石として使うことによって この一体のエネルギー支配を強めようとしているという見方も出ています 中国と接するラオス北部でダム開発を続けることで 中国内陸部と電力を融通しあったり ラオスを通じて周辺国へ電力を輸出したりしながら 影響力を強めていくのではと懸念されているのです 例えば日本人の眼中 中国大陸的援建は一種包着唐一の陷阱 但是对辽国而言 这是一个翻身的机会 辽国在人民革命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に 规划了3個5年計画 始言在2020年解決貧困問題 脱離低度開発国家 在2025年成为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国家 2030年更要成为中高收入的發展中国家 这所有的梦想都离不开中国大陸 我们来学一下历史 华尔街日报称美中现在的关系 是进入了新冷战 纽约时报引用了类似的见解 相当多的美国媒体都使用了相当类似的字眼 因为华尔街日报开始 大家就一个一个跟进 什么是冷战 事实上研究国际政治专家跟老家历史的人都说 查太远 为大家回顾当时冷战发展的过程 美国秘苏里州小镇富尔顿 1946年以来几乎没什么变化 这个静谧的小镇 却因为68年前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一场先知性的演说 成了见证历史的重要场景 在这场演讲中 铁木这个词 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视听 从 Stettine 當時二次大戰結束還不到一年 丘吉爾公開抨擊美國戰時的盟友 讓美國人觀感極度不佳 甚至連邀請丘吉爾來美的杜魯門總統 也遭到批評 這就是證明歷史的改變 現在是一名的廣告 因為它幫助監獄世界的危險 二戰結束 遠離家園跨海作戰的大兵返回國門 發現國人更富裕了 戰爭帶動軍火業 使得人人有工作 戰後的高消費 也讓美國的資本主義飛速發展 從地中海到波羅的海 勝利者按照自己的意志 重匯歐洲地圖 以往入侵俄國避盡了波蘭 讓史達林飽受困擾 東波蘭已併入蘇聯 為了補償 盟國把波蘭國界向西推 把德國東部劃給了波蘭 約一千兩百萬德國人 從自己市居了好幾代的家園被趕走 蘇聯如今控制西部邊界幾個國家 起初史達林並未強把蘇維埃制度 加諸於他的新帝國 而是建立起清蘇的聯合政府 但共產黨確保牢牢掌控警察和安全部隊 亞爾達會議給予俄國中歐的控制權 紅軍如今是全世界規模最大的軍隊 美國的艾森豪將軍訪問這個全球最新超級大國 表面上兩國友好 史達林卻擔心被資本主義國家包圍 隊內他忌憚有人對他不忠 認為曾被德國關進監獄或見識過西方的人 都可能會背叛共產黨 結果好幾千人被送進了勞改營 波蘭新的傀儡政府領袖被帶到莫斯科巨遠 雙方同意結合成緊密的聯盟 史達林承諾波蘭的傀儡政府 將協助防衛波蘭的新邊界 以免德國人試圖奪回自己的土地 為了慶祝蘇維埃選舉 史達林在波修瓦劇院登台 他先宣布蘇聯將進行更多五年重工業計劃 然後他警告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存在 意味著未來戰爭勢不可免 這番話在西方敲響了警鐘 不過史達林對國內的專政如今也拴緊了螺絲 是華夫提高警覺 要求助莫斯科外交官凱南報告他對局勢的評估 凱南的主要論點就是 當時的蘇聯和過去其實沒什麼兩樣 凱南這封發自莫斯科大使館的電報成了歷史 一份八千字的電文寓言的蘇聯友誼在全球擴張 必須加以遏止 幾天之後 丘吉爾來美國做客 然後就發表了那篇流傳後世的鐵幕演說 除了在英國的共和國的共和國的共和國 當中的共和國的共和國的共和國 1945年後美國持續擴大在國際的影響力 史達林墜墜不安 他向土耳其施壓 要求在達達尼爾和博斯普魯斯海峽 提供軍事基地給蘇聯 美英兩國擔心會對蘇離世運河構成威脅 決心協助土耳其擺脫蘇聯的干擾 蘇聯另一個鄰國伊朗在戰時被蘇聯軍隊和英軍共同佔領 以確保石油供應 兩國約定戰後撤軍 但史達林卻不願撤走 此舉讓杜魯們大感震驚 懷疑史達林意圖統治全世界 美方回頭檢視蘇聯所破壞的協議 赫然發現和蘇聯的關係 有著深層的基本矛盾 我們終於說 我們的國家的政策 必須確定定定定定 這份機密報告的另一個結論是 如果與蘇聯爆發戰爭 將比以往更全面更可怕 前景不容樂觀 杜魯門總統前往國會選稱 從現在開始 美國將遏制共產主義在地表上擴張 這無疑是正式的冷戰宣言 揭開了冷戰序幕 不是這個任何謀殺人 如果有無疑是更新大氣息 而無疑是更新大氣息 而無疑是更新地雞 以後 国际公共电视组织每一年都会在全世界举行年会 已经30年了 他们会选择全世界优秀的节目在各地巡演 今年在台湾是11月9号 有台湾的公共电视在台北台中高雄在各地巡演 其中有好几个纪录片我们推荐给各位 除了我们在今天9点钟的成绩风暴之外 今天要特别为大家推荐一个纪录片和你息息相关 你一定吃了很多抗生素 抗生素对你是好还是坏 长期服用的结果是什么 这个纪录片很特别的是拍摄纪录片的记者 自己亲身体验 去吃了长期的纪录片之后 到底对他的人体影响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试验 抗生素对长道菌从到底会有多大杀伤力 即受伤后能否复原 好奇的记者在医师勉强同意下 自行服用了比利时最常用的抗生素 为了素一个纪录片 四天年不必接的牆场 在棉研究所调离 是指向我们說 它垃圊 棉研究所调的一生工 它衞在棉研究所调的 游泊的地方 它會封釋 原來讓他在排界的 是在棉順的 牆院的人手歸 它到這個棉研究所调的 上面是肌研究所调 是的嗎 今天透過的 你 nutrients 好,谢谢 谢谢 今天是第一次的体验课 那是他们的病毒 Moxifloxacine Aplox 400mg 我们开始了 第一次病毒 I'm too hungry I'm a little tired I know that's very bad I'm a littleºt of a little bit I love you I feel the good I don't think I'd already go Elke ochtend I'm going to play It's so loud I know you can't find I am a little bit I love you And we sang again 为什么要收集人体粪便 因为当前医界普遍认为 排便最能反映肠道状况 研究甚至明白指出 药物高居影响肠道菌从因子之冠 其中又以抗生素为首 然而目前关于抗生素长期影响 能找到的文献极为有限 多数集中在儿童两岁前 使用广效抗生素 日后较容易产生肥胖气喘等健康问题 缺乏抗生素如何对成人产生负面影响 于是记者此番亲身体验 就显得格外重要 Œ? 乖 stole Migание 涉 publie塊 在吸引毒 我是酷的 是淨的 拼出的 有 Guardi 索的 部份 是 贊入 遮斩 鑒 是 逾的人 这个 是 不要 那些 Gay 脆 退 只剩下一个疗成七天 记者的肠道俊丛几乎被全数歼灭 这虽然在一届预料之中 却仍对真实结果感到震撼 接下来的治疗更是让人惊骇 实验室把记者先前送来的冷冻粪便过滤 制作成一颗颗胶囊让它吃回去 由于胶囊不能在胃里释放 必须进入场道 这个难度更高 Peter slik de ene pil na de andere 15 in totaal bevroren pillen met eigen stoelgang een heel apart gevoel Ja, een paar uur geleden de stoelgangpillen genomen en ik moet zeggen, sindsdien voel ik wel van alles borrelen in mijn darm en ik voel dat er van alles aan de gang is naar binnen dus het doet wel iets ja, morgen nog eens terug naar het ziekenhuis voor een tweede lading pillen in totaal met een keer 30 nemen gesperint over twee dagen en dan is het hopen dat de darmflorgen zich volledig zal herstellen dat worden we dan voor een paar weken 索性原本遭破壞的肠道菌从 畢竟抗生素作为医疗上极其重要的救命药 不该被滥用成为危害健康的穿肠毒药 TV Gelderland 2021